一、不要隔住门槛握手,见面或告别时,最好不要隔住门槛握手。 俄罗斯人认为,门槛会把有意隔断,所以,见面或告别时,一定要走进屋门或走出门槛后再握手。 二、不要提前祝贺生日。 俄罗斯人认为,提前祝贺生日是不吉利的,因为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也许即将过生日的人,突然在生日前遭遇不测,活不到生日那天。 三、不要提前祝贺孕妇生孩子。 俄罗斯人害怕孕妇发生意外,而生不下孩子,所以,不喜欢别人提前祝贺生孩子,或者提前给孕妇和婴儿送东西,例如补品和用品,万一生不下来呢? 他们这样说,四、不要送刀。 在给朋友送礼物时,最好不要送刀子,因为刀会伤害有意,使友情一刀两断。 如果接受别人赠送的刀子,就一定要象征性地给一点钱。 五、不要送手卷。 在一般情况下,不送手卷为好,因为手卷是用来擦眼泪的。 送手卷可能被对方认为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 六、不要送空钱包。 空钱包被认为是一文不明,一贫如洗。 所以,如果送钱包,一定要象征性地在里面放一点钱。 意识是祝愿对方永远有钱。 七、不要当住别人的面抽烟。 在俄罗斯有专门吸烟的地方,例如卫生间,过到横楼梯踝踝角处。 俄罗斯人一般不在客人面前吸烟。 如果一定要在别人面前,特别是在妇女面前抽烟,非征得同意不可。 八、不要被朝别人往里脊。 如果你去剧院或影院迟到了,别人已经做好。 你千万不要屁股朝住别人往里脊。 而要面对他们表示歉意。 九、不要撅住臀部捡东西。 如果要从地上捡什么东西,不要低头抬臀去捡。 而要先把身子蹲下去,然后把手伸出去捡。 否则很不雅观。 十、不要劝酒。 俄罗斯人虽然喜欢喝酒,而且第一杯酒往往要喝干。 但是一般不劝酒,而是各随其别。 十一、不要做不速之客,去别人家里做客。 一般要是先约好,而不要搞突然袭击,突然闯进门去,给人措手不及。 会使主人尴尬和不悦。 十二、不要说会。 在汉语里,会和会是两个很好的字眼。 但在俄语里,会却是一个很难听的骂人的字眼。 所以,与俄罗斯人交往时,最好回避这个字眼。 如果名字带会和会,就要灵活变通一下。 十三、不要拒绝跳舞。 如果男士请女士跳舞。 除非女士已经有了男友,而且不愿意与邀请者跳舞。 一般情况下,不能拒绝别人的邀请。 否则会被看作失礼。 邀请者会觉得受了轻视和侮辱。 十四、不要用手指点对方。 中国人说话时,常常会伸出右手食指冲住对方。 边说边指,在俄国,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止。 会要求你把手放下去。 所以,与俄罗斯人说话时,尽量不要随便使用什么手势。 十五、妇女不戴头巾不要进教堂。 进东正教堂做礼拜或参观东正教堂时,男士必须脱帽。 但女士一定要戴头巾或帽子。 如果女子不戴任何东西进教堂,会被视为破坏教规。 十六、不要热烈地过四十岁生日。 俄罗斯人认为,四十岁表示人生路程的一半。 这个生日要悄悄地过,不要搞得热闹,否则对下半生不利。 最多在家里庆祝一下,也不要邀请客人参加。 十七、不要在屋里吹口哨,会把财运吹走。 十八、送花送礼物送单数,不能送双数。 送花不要送黄色的花。 十八、送花。